欢迎回到五间总结的环节 先介绍我身边的嘉宾 继续都是我们的高级分析员 王为豪Wafi Wafi 你好 这一节先和大家先跟进A股方面的收市表现 看到上证指数收报在2214点 跌了2点 跌幅是0.11% 沪深300指数跌不够1点 做近是2492点 新定城市收报8810点 升是1点 升幅是比较少0.02% 再问回来今天来说的股市方面 虽然300指数都有个别发展的情况 但波幅是很窄 应该怎么看A股方面的走势 A股来说暂时依然是靠幅一点 的确没有太大的一个明显方向 正如之前也说的 到这一刻内地的情况来看 都是一个处于增幅的阶段 一来就是数据 其实这一阵都是比较差一点 但过往如果数据比较迷 大家可能反而在憧憬政策的机会出来 刺激回市 刺激回经济等等 但到这一刻 始终经历过数据 都可以说差了比较久的时间 但始终遲迟见不到政策的机会出来的时候 到这一刻大家也有一点 可以说是深淡的形容 整个事情 就不是太有所谓的冲景 或者太抽得起的现象 变成一个反复的阶段 而且除了这些因素之外 你也看到 譬如昨天也说到的 政策就见不见了 支持就见不见了 但反而来说 还有一些少许收紧的举动 是慢慢地堵住 譬如昨天看到的一些法计票据 就是养票 或者去到政维票等等 变成都仍在一步有一个 收紧一些所谓过程的劳动性 所以整体这个因素来说 其实都仍是令到内地市 处于一个叫做发幅一点的阶段 甚至都令一些个别的行业来看 虽然久不久有些传闻 譬如充养肯定政策有机会出来 但我多时都见到这一阵 传染传了很久 但传染了之后慢慢都见不到 反而对组织出来 真的有机会落空 其实都令到大家 不是太过好受 所以整个市 刚才提到的反复得来 成交亦都叫做偏弱少少为主 更何况以技术后来说 其实之前的上证本身做好一点点的 都曾经叫做反复抽高一阵 更加从技术上来说 两次试完底后慢慢想尝试 挑召所有颈线位置 但大概2250点到这边位置 但正如之前那几天 在这些水位反复完之后 再一次是穿回来 即是变为了颈线位置 是破不了或突破不了上去 最后技术面来说 颈线短线都破不了上去的时候 仍然是反复的一个下雪格局 但下面去到什么位置 仍然是那一句 如果以今年低位2161点 如果这些位置是点一点 再是支持不穿的时候 我相信慢慢来说 有个反方向上试试的岸文城 但这位置只要穿得下去 都有些心目的准备 有机会往下试多一阵 或者一个小头来说 有机会再一步试低一点 好 说完这故事之后 看看港股方面的情况 见到美股方面 隔晚有个大幅度的上升 再创新高 日本股市今早来说 都升穿了15000点 创了5年半的高位 外围方面做得好 今天来说港股都是高开143点 在23,074点开始 现在一刻升在110点 最近23,040点 升幅来说不算很多 0.47% 成交额方面都不算多 就是248亿 国企指数升33点 还11,066点 其指方面升93点 做到22,948点 低率90点 成交额方面还未超过3万张 和你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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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后市 你又怎样看 的确实市虽然仍然说 昨天美股有一个急升大动 或者今天回来 看到日本股小时做得好 但没错 这刻港股有一个上升的势头 但是以动力来看 的确实不太足 因為以這個個案來計 譬如美股升至百多二百點 以港股計算也有二百點流上 相對是升勢比較合理 但如果今天回來來說 都是只有百零點的升勢 這刻慢慢也縮小一點 只有一百點的升勢 只看這一點也覺得港股的動力未必太夠 而且以來也是成交 無論今天的升勢也好 或是之前那一陣不斷提到的 低位21000多 上到23400 流上這邊位的時候 其實整體的成交也是比較弱的 之前那一陣大概是五百零億左右 今天到這一屆 也挨入二百五十億也不到 變相全日兩人也只有五百億 鬆一點 所以在這樣的成交之下 即使升勢也好 也不會太過持久 所以從這兩個因素來說 也覺得市場可能仍然有少少的調整壓力 甚至三厘 譬如說到內地市 到這一刻也反覆 所以拖累到港股 也不能夠有一個突破的格局 而且從技術表面來說 其實今早提到的就是 沒有錯前兩天是經過少少的調整 但調整夠了 我覺得從量度幅度來看 可能未必夠 或是有少少的水位 因為之前這一陣 升了近二千點左右 如果以大約三分一的波幅點 可能都要六百點流上 才叫第一階段的調整現象 如果以六百點左右 粗力計的 都要有機會落下大約二萬二千八 即現在一百天線的水位 所以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試一試這位置 如果去到這位置 我也不再穿下去 才有一個條件 或是真正扣留到調整完成之後 有望向上抽一走 所以暫時先看二萬二千八 如果大家是真的想心急入貨 我覺得去到這些水位 千次考慮都未遲 看有沒有機會在六月份 特別大約六月尾 矮近第二季完結 季結因素之前 有機會還有一步向上突破 試一試 大約二萬三千八至二萬三千九 講完講股之後 跟大家跟進主要藍籌股 臨近半日收市的最新表現 原來匯控是升冷豪半指 最新報88個月 中移動同樣升冷豪半指 最新報86個月 中國銀行升四仙 工商銀行升六仙 二建行升四仙 最新報6個4毫8 港交所131個6升6 升9毫 中移壽21個5毫半 升毫半指 有幫保險同樣升毫半指 最新做35個月 騰訊控股最新報273個月 升超過1% 今生中國稍微要跌接近1% 做40個3 長江實業升6毫 新同基地產升1 九倉升7毫半指 最新報74個7毫半 中海外升毫半指 移滑潤子地升3毫 升幅超過1% 中海油升8毫 中石油要跌1% 最新報9.99% 中石化8.58% 升3% 均能能源升毫2指 最新報15.36% 中國神華27.15% 跌5% 和Wafi 跟進一下 今日來講 就是兩隻比較做得好一點的南手股 這兩隻股價表現都是一般的 今天反而有一個升勢 好似是利豐 暫時升幅最大的南手494 現在升超過7% 做11.06% 見到利豐 昨天來講就是股東會 主席方面表示有信心 全年的表現 會回復去到2011年的水平 見到股價 今早來講 高價就是6% 一直看淡 就是瑞銀 亦都將它的評級 由沽售上跌到中性 目標價都調到去到九個半 你又怎樣看呢 暫時來說 我仍然不是太樂觀著 其實沒錯 今天有一個急升 就是受到昨天的股東會所謂的帶動 但是以昨天的股東會來講 只是個個別管理層 自己言論上的一個說法 特別是他講到 譬如他有信心 今年的盈利有回復到11的水平 這代表他個人的立場 或者個人的說法 你說代表是否公司實在做下去真的這樣 我覺得 當然不是這樣說 完全不可能 但起碼我覺得要慢慢做下去 可能個別的數據上公佈 看看有沒有國民改善 才判斷到這件事 所以暫時我覺得仍然半信半疑 不能夠完全盡信 甚至不停地這樣說 始終他個別管理層 都是他在他公司做 或是他這個行業裏做的時候 自然相對看法 一定是較外奸人士比較樂觀 所以自然可能言論出來 相對是較樂觀的看法 令到變相 大家覺得好像真的好了 這樣的因素來說 我覺得也不是太意外 所以正確來說 始終自己對這方面 仍然有疑問的時候 都比較難 十足圓取盡信 有沒有意味呢 說回瑞隱方面 沒錯 這次是調升平級 好像過去一直唱淡來講 有點調轉 但始終雖然是平均升了 但那個看法來講 當中理據來看 其實依然記得到 有一些 他們依然有點擔憂性在這 特別記得到一來 例如李峰的結構性問題 其實依然有一個存在的問題 不是說能夠這麼快一時三日改變得到 變相今年或今年幾年 那個派息 收購等等 都可能會減少 變相他們自己對李峰的看法 其實都是有一個偏淡的意味在這裏 只不過對之前來說 沒那麼差 才變相評級 有一個上調的因素 所以以種種因素 甲襲來講 我自己對李峰的看法 依然是不算理想 但正如那句 始終今天的反彈 再說一來就是昨天的股東會 二來始終你看到今年回來 其實股價都不斷往下市 雖然它是藍籌 但同期恆子的比較 完全是跑輸了 所以到這些時間 但有這些消息去刺激的時候 稍微彈了兩下 我也不太意外 但問題是在於能夠彈了多少 以那個反彈家轉來說 我覺得暫時先看大約11.5到這邊 看看有沒有機會在這陣子到達 去到這位置 我覺得在預期上網空間 應該未必太多 所以大家是比較勇的 或者有信心的 在這裏入了市的時候 暫時先看著 看11.5到達11.5到達 做分目標價 來一離場 反而下面來看 五十天線 大約10.5到達 不穿下來的話 情況都未至十分之差 另外說完494之後 說的是330 獅子環球 今天來說 暫時來說 都是第二最大升幅的藍籌 暫時升了3% 做的是10.98 昨天來說 獅子舉行了投資者日 集團上都是單方面說到 接下來的企業方面 怎樣去做好一點 說的是透過垂直整合來講 改善整個企業的效率 預料2015和2016年的年度來講 就要暴入復甦了 即是短期來說 都是做得一般 確實是 如果以這方面來看 就算這刻大家對它這個 所有垂直整合有個信心也好 但起碼的預測來計 都要到1516年才有實質的表現 變相這一兩年來計 都依然是頑皮 所以變相對獅子 是不是這麼快已經可以炒得起 有些疑問 所以反而今天來看 如果仍然當著短炒先 消息炒作先 看11元留上 能不能夠其得穩 當其得穩的 才有望上市分大約11.8 假設都企不穩 我相信下面來計 依然有可能性 反覆市分大約10.5元 好 跟著我們說 我們今天做得不錯的股份 先說比亞迪 現在來講是做33.45元 最高今天見過是33.95元 也是超過兩年來的高位 今天做得這麼帥 原因在哪裏 今天最主要做得好 就是因為他之前說的 第一批電動的士 其實在香港就正式好像兩上 變相有一個消息炒作 10月以來加上之前都見到 股神都強調過暫時無意 叫做估售比亞迪 變相傳媒因素都令到 比亞迪股價近期保持著比較強勢 但至於那句 升得這麼急或升得這麼多 無論從股值來說也好 或者股價來說也好 其實我覺得 接下來的上方間 真的未必太多 反而建議如果有貨的 當然稍微拿著先 不穿到32元以下 我覺得不用這麼急 如果沒有貨的話 上級落也好 稍微理性一點 讓股價落到30元以下 才考慮會比較好 謝謝Wafi 不跟我們再跟進 上半週的市況 先跟你再說一個申報 剛剛所說的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Wafi 最後跟大家跟進多次行指方面 敬意停定 看到行指半日升了115點 收報23,046點 大成家方面256億 國企指數升43點 收報1萬1,076點 其子方面升106點 收報22,961點 低水85點 成交量方面 已經超過26,000多張 我們先休息一會 1點鐘再見